解法的话,除了说用这个方法,方法一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方法二啦 不过方法二跟之前那个方法有点雷动 只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不要用4微圈 因为反正我一直除除,除除到什么时候呢 当那个什么呢,当A不等于0的时候 因为最后除除10,除除10之后的话 它会一直除,除到最后变0 OK,如果是0的话呢,那就不要再做输出的动作 OK,所以这个方法也是OK啦 就是说它思考方向不太一样 不过我觉得比起来的话 好像刚刚那个方法比较符合我们一般 我是觉得比较直觉一些些 好,那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其实是第一种方法的简化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希望刚刚这个程式 假如说要让它更简单输出的话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S可以拿掉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S的话 那势必说这个累加你也可以把它拿掉 就是你不用累加 那如果你不累加的话 你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怎么样 一个一个慢慢输出 我得到一个,那我就把它输出 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我里面可以print什么?printA 里面放什么呢? 干脆就放一个I就好了 诶,这样的话呢?它不就什么? 先倒过来 比如说我输出,输入什么? 输入98765好了 这样的98765 那它输出应该是什么? 先抓最后一个56789倒过来,Enter 但是会有个问题,诶,我倒过来 可是呢 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它变成后面会多Enter 诶,那我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如果你要把后面的Enter拿掉的话 因为printA本身 它最后都会帮你输出一个Enter 输出一个Enter 如果你要把那个 后面那个Enter拿掉的话 多一个参数给豆点 什么呢? Enter等于空的 就后面那个Enter不要 帮我删掉 诶,这样试一下 执行 98765 Enter会不会是56789 诶,也OK 所以如果 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不要说把资料 先抓到放在 S的变数的话 你希望呢 直接就输出 抓一个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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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写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样写 诶,更简单 又少了两行吧 OK 可是跟各位讲 这个比较适合就是说 那个资料很简单的输出 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抓一个丢一个 但未来如果说 你那个东西 串的东西很复杂的话 通常还是会先建一个 刚刚那个变数 然后把资料先放到那个变数 因为你可能串的东西不是说 只是单纯这些 可能还要串别的串别的 全部串在一起再输出的话 那就可能会多一个 这个S等于空的 这个字串的一个变数 什么地方用到 其实还蛮多地方的 因为你的字串不可能这么简单 可能你要串很多东西的话 通常会用 刚刚的方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你可以改的是什么 这样的写法 关键的地方就是A 里面就直接输出 它的第几个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加一个END 等于空的 这样的方式 这个是方法三 OK 另外的话呢 我还要提供第四种方法 你看解法至少四种 还有更多啦 我们都会讲 一堆啊 写法 没有说只有一种的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假如说你写程式 只是去把程式背起来 只背一种 那不是你的 你也 将来那些东西将来你也会忘记 除非说 那个写法是你经过你思考消化过的东西 最后的话呢 方法四是什么呢 其实我就顺便补充一下 因为我一直强调那个List 这个形态非常重要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List的形态 其实 字串 好像也有用到类似像这种List的概念 可是问题 List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reverb 可以颠倒 reverb 就顾名是这样 帮我反转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在这里面 用所谓的那个什么 先把它注意一下 用另外一个方法 把它当一个List来执行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input 98765 然后呢 在这边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呢 一样叫List1 等于什么呢 直接把A放进去 当问题啊 如果你A放进去 它就一个字串 所以记得哦 在外面再转型 怎么转型 把外面包一个函数叫List 这个List是转型哦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串列 帮我把这个文字 转换为串列哦 所以你会发现哦 把它print 比如说下面再加一行 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 List List1好了 帮我把List1 print出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98765 对吧 Enter 那这个时候呢 过来的字串 会长什么样子呢 看一下 Enter 你会发现 他会帮我把什么98765 然后切割开来 放在一个List里面 外面一定是中瓜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把它反过来的话 要把它反过来 其实有个方法 你只要加一个功能 因为 只要是它是List List1 里面它提供一个方法 叫reverse reverse 点什么呢 R1 然后发现这边也比较reverse 如果你用这个reverse 用下去之后的话 它里面的顺序 就会有点像重新排序 颠倒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加一个reverse 再print 98765 Enter 有没有发现 应该是9876 可是你会发现 因为经过什么 经过reverse 的这个方法 它就帮我把它里面的顺序 颠倒了 如果颠倒了 那我怎么 我再一个一个输出比较好 OK 所以 最后呢 假如说你要print的出来 是56789的话 那其实也是一样 外面 底下再加个什么 for回圈 一个一个 for I in range 在哪个range呢 一样嘛 就是从 它的编号 0开始 0到哪一个呢 这个list总共几个次 所以一般用len 把list1放进去 它回来的话 那就会是123455 5的话呢 刚好它会跑到4停下来 所以0到4 做什么呢 帮我把里面的东西 什么里面东西呢 print printer 一样我们用刚刚的方法 printer 刮符 print什么东西呢 把那个list里面的东西 中刮符 里面放I 帮我print出来 但如果你现在printer 一样会有换行 你会逗点 end 等于空的 ok 这样的话呢 输出看看 资金 98765 enter type air 形态错误 哪一行呢 这一行 哦 输出的话 打错了 这边少一个1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输出啊 再来 ok 那这样 ok 9 8 7 6 5 出出会不会5 6 7 8 9 有了 ok 就这一个 没问题 这个为什么多一个这个啦 其实就这样 这样可以把它关掉 或者甚至把它delete掉 执行 98765 enter 56789 ok 但是哦 这个方法你可能觉得 老师刚刚的方法比较简单嘛 你刚刚没事讲这个 没办法 以后你一定会遇到 也就是将来 你要去动态的抓取 某一些文字里面的资料的时候 你记得 就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那这里的话 当然多一个方法 主要比较重要是 如何把 一个文字 分别放在一个清单里面 它有点像什么 在esail里面 分别把每个字 有点像资料口吸 把那个字全部剖开来 剖开来做什么呢 再重新reverse reverse是重新排去 再把它一个一个输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解法 一定也不是只有这四种 但是我把那个 比较常见的几种方法 就分别罗列在这里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你还有第五种 第六种 第七种都没关系 反正你可以多方去尝试 最好是每一种方法都试一个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 哪一种方法最简单 你将来就才有办法很快的 可以把对应的可能某一种功能需求 很快的就知道该怎么写 会是最简便的 试一下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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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怜